今日全台天气相当炎热 各地不断传出打破最高温记录 而出现热伤害的民众也相对升高 根据卫福部疾管署 即使疫情监测及预警系统通报急诊就医资料 光是5月份因热伤害就诊人次 已经累积到310人 相较去年5月160人次多了一倍 目前5月1号到5月27号 总共有310人次 那是有就是因热伤害而这个到急诊 那我们就提醒说天气非常的炎热 要做好那个预防热伤害的一些相关的措施 国健署指出热伤害是指身体无法正常调节高温 而产生的急性疾病 像是轻度热静软 重度热摔绝 以及重度热中暑 而预防热伤害有三招 保持两耍补充水分以及提高警觉 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如果就是发现有自己有像身体 像皮肤可能就是变得干热 心跳加速的情形的话 那可能就要尽快 就是到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去做一个休息 那跟补充水分 另外医师提醒 针对六大热伤害高风险族群 包括65岁以上长者 婴幼童 慢性疾病 服用药物 户外工作者 及户外运动员 都要注意避免热伤害的发生 远时新闻 湖村56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